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最近兩天 罷馬洋貨行動都已經沒有新消息 本來都以為 整件事都差不多到尾聲 要告一段落 怎料H&M在今天 發表了一份聲明 這份聲明又導致整班小粉紅都氣炸 為什麼呢 因為H&M純粹在這裡耍太極 沒有在這份聲明當中 向中國的消費者道歉 不僅促使到小粉紅的不滿 甚至連央視評論員都加了一腳 批評H&M是沒有誠意 整件事又再炒熱 另外我們又會去看看 曾經在NBA發展多年的籃球員易建聯 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籃球明星 甘願慕天下的大不韋 出席Nike的活動 一於少你那班小粉紅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H&M那篇聲明 為什麼會激到那班小粉紅生蝦 其實那篇聲明的重點 無非就是要強調 中國對於H&M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 H&M對於中國的長期承諾 依然堅定 他們會跟中國的同事一起 盡一切努力 應對當前的挑戰 尋找前進的方向 另外他們還說 要致力於重新獲得 中國消費者 同事 和商業夥伴的信任 和信心 他們大概說這些 整篇文章是超過500字的 只不過 講來講去 就是說不出所以然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因為這篇文章根本上就沒有一個想道歉的意味 為什麼他們不道歉呢 很簡單 因為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就說有50多位的國際主要投資者 就開始向部分的外資企業施壓 哪些外資企業呢 就是主要會用得上棉花或者紡織品等等的原材料那些外資企業 H&M就是其中一間 他們就要求這些企業不能夠 在人權問題面前向中國跪低妥協 所以 H&M為什麼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死人都站硬不肯道歉 是這樣的 他一旦道歉的時候 就等同於得失了海外的市場 和投資者 分分鐘 他就得不償失 他雖然是可能取得到大陸這個市場 但是他又會同時流失了海外的市場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市場對於那些外資企業來說 就很飄忽 他喜歡你的時候又可以爆買又可以 他不喜歡你的時候抵制你又可以 這樣無定向風 只作出了一些回应 但内容相当空洞 难怪那些小粉红会气炸 因为那些小粉红 不预期你会发出一篇声明回应 而这篇声明的内容竟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那些人根本是想你跪下妥协、道歉 但是 H&M竟然一样都做不到 当H&M一发布这篇声明 即刻引来大批网民 走到他们的留言板那里洗版 很多人就叫他们滚出中国 不要再做中国人的生意 诸如此类 说一些很情绪化的说话 其实H&M这次发这篇声明 我认为是有多少字头罗网的意味 因为整件事本来都已经是丢毯当中 正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所说 根本上中国的消费者 他过一段时间就会不记得 某程度上来说都可以说是相当善忘的 但是当你现在发这篇声明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了好像在刺激那群人的情绪 因为你 不顺着那个猫毛来去劣 他就整个弹起了 你根本上发表的声明如果是不适合他 他又会在这边吵 现在又吵过 变成是招人说病 同时也使得 二和团式的罢马洋货行动 加回助言剂 本来这些事情 很快就刁淡了 因为一出动到这个减价策略 一定就效 但是 H&M他自己 又发了一篇声明 不知道他想怎样 如果他们是想降温的话 那就肯定是走错了方向 如果要降温 就应该要更加低调才是 现在他发表了这篇声明之后 不单只是那些小粉红气炸 连央视的网评员 都出了一篇文章来批评 央视网评员就说 这份H&M近500字的声明 扭扭凌凌 鼻重就轻 故左右而言他 基本上是一篇空话满满 缺乏诚意的二流公关文 H&M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向向消费者致歉呢 近来 这几家洋品牌跟风操弄新疆议题 既然愿意相信方言颠倒黑白 就得接受中国消费者的回应 中国的大门是躺开的 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 如果想从获信任保住市场 就应该拿出诚意来 在你们自己挑拨的关键问题上 有个立场 表个态度 错了就是错了 扭扭凌凌做什么呢 请少点吐露 多点真诚 央视的这番评论 基本上就是召到H&M体无缘夫 事实上来说 他那篇声明又真是空话满满 只不过 H&M只不过是走去做生意 当然 做生意是消费者主导市场没问题的 但现在好像变成了 政权主导思想 当然 其实这篇文章 我真的很想了解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怎样来解读 因为昨天彭博社的记者问他 到底 中国官方有没有在背后发动什么呢 华春莹就说 这些是中国消费者的自主决定来的 抵制H&M 中国官方就没有去要求或者是指使的 但是现在央视网评又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出了来 这篇文章可以当做是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 既然又不是发动 又不是要求 不是指使 这篇文章是什么来的呢 我不知道 我不懂 是不是 我见识浅漏 作为一家官方媒体的网评 竟然间要求一家外资企业要大大方方向向消费者致歉 其实在世间上比较少见 其实如果H&M真的要道歉的话 他要向消费者道歉什么呢 是不是说H&M在去年发布了一篇声明 叫做诋毁了新疆棉花 所以令到有部分消费者玻璃心 听到这篇声明之后 他就感到非常不愉快不高兴 可能就损害了他的民族感情 诸如此类 所以现在H&M就要向他道歉 是不是这样 喂 其实来说 在大陆的消费者当中 有多少人真是关注到新疆棉这个议题 实际是H&M的那篇声明 在去年就已经发布了出来 当时也没有人理 直到半年之后 大陆在这里抄出来说 翻个帐 才是进入了公众的视角 其实有多少人会关注这些东西呢 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说 我看到你曾经发表那些什么声明就不买 Nike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得到 华智你发什么声明 那些人贪便宜就去买 尤其是这些所谓的洋品牌 再加上的就是在抵制H&M那些人当中 其实有多少个是真正的消费者来的呢 那些人当中有多少个是具备消费H&M品牌的能力的呢 定义说有很多根本上都不在城市住都不出奇的 在农村住的 有什么H&M呀 就算有些在城市住的可能他也是农民工来的 或者他的工资水平都很低的 买不起的 虽然这个H&M它是消费品 它就是一些平价货来的 都算是 穿几次都会穿的 那些质素不漂亮的 但是 也要那些人买得起才行 对不对 那些抵制的人当中有多少个是会去买的 还是大部分人都不买的 就去抵制 等同于Nike 就说有很多人抵制 就有35万人去预购 那就是抵制那些人 和买的那些人根本都是两个人 所以这个品牌本身也会有这些考虑 是必然的 当然了 现在H&M自己发了这篇声明 我认为自己拿来搞的 好了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 曾经在NBA发展了一段长时间的 大陆篮球明星 易建联 他甘愿无天下之大不惠 走去跟一个中国的退役名将 王士鵬 一起出席Nike的活动 甚至在一个Nike的篮球上签名 很多小粉红就感到失望 微博上有很多人罵他 比如说有人就骂易建联 为了维护他的个人赞助商Nike的利益 做出这样的举动 从这件事开始 对易建联就一生黑 此次Nike事件 易建联也闭口不谈 国家利益碰上了他的个人利益 易建联就选择抛弃国家 只为一己私利 另外又有人说 国产货那里比不上外国货 都是虚荣心在作谁 客观地来说 衣服鞋襪 真的没有区别 易建联这些非Nike 也就是帮自己贴了个标签 或者是担心解约就要赔一大笔钱 真是穿了 球技都不会是怎样 你身为国家南球队的主力 也算是公众人物 在Nike问题上 哪个格局就太小了 真是不配再穿上 带有国旗标签的球衣 也令到喜爱他的球迷感到惊讶 遗憾和失望 总之 整群人就打了很多字 狂砌这个易建联 你砌就砌了 实际易建联为什么会成为了 第一个走出来支持Nike这个品牌的 中国篮球员 很简单 第一他本人已经33岁了 作为一个篮球员来说 他的职业生涯 也是有限的 本来他2016年 曾经可以回到美国 打NBA 后来又回了 其实打到五上一个人 都要退役 他就一定会考虑到 当他退役之后 到底他怎样来谋生存呢 大家看很多新闻片都有说 很多就算在奥运 拿金牌的国家队的队员 当他退役下来之后 如果他做不到教练 他也是很梅 也有的 所以易建联 他怎样会得失自己的金主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 对于Nike来说风雨飘摇的时刻 如果他愿意第一个站出来 对Nike这个品牌 叫做雪中送炭的时候 Nike这个外商 他肯定 是会记得易建联在这个时刻 曾经也帮过他一把 尤其是现在这么多人 喜欢有违约、违约、解约 单方面不练 如果Nike要再找一个代言人 或者再找一个人去支持的时候 他会找谁呢 难道还找陈奕迅 找陈冠希 陈奕迅现在就做了笨实 是不是 有一个终身的全球代言人 你不去做 你竟然去解约 现在不知道要不要赔违约 我当你不用赔 你已经是一个大损失了 终身代言人 即是年年肯定有些赔违约 你现在不要不得止 现在这个霸买洋货行动 现在叫做H&M又走出来搞 撩一下 撩到差不多 他又会借 难道他一世霸买洋货吗 陈奕迅就这么快走出来 跟Adidas解约 根本Adidas就在这次的风波里面 不是处于风暴的核心 是外围都不得了 但是你就要行船 搶解约走出来解约 好了 现在逆建联 他直接去Nike的活动 在篮球上签名 对吧 当然 他有很多考虑 可能Nike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又很想识 他又不出奇 这个世界很难说的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